各位小朋友大家好 我是阿伯 哥哥 今天呢 教大家一個非常有趣的一個實驗 你們想不想聽啊? OK 好了 在之前呢 現在講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你們想不想聽? 在很遠很遠的國度 叫做食物的王國 裡面呢 住著一位擁有非常多蔬菜國王 他有非常多的珠寶 非常多的首飾 沒有人比我更有錢了 OK 他是非常有錢的大富豪 但有一天呢 他想到說 我好怕這些珠寶被偷走 我是不是應該把他藏起來啊 於是乎 他非常聰明 想到一個方法 他把他藏了起來 畫了一張藏寶圖 這個藏寶圖非常特別喔 他的解開方式只有一種 就是你要去測他的刪減值 於是乎 國王就想到說 這個方法應該沒有人想到了吧 這個珠寶永遠都是我的啦 哈哈哈哈 但是過了不久 國王就因為因病的去世了 他的兒子 國王 二世 想到說 老爸爸把爹獨把藏到哪去了呢 於是乎 他看到了這張藏寶圖 藏寶圖耶 但是呢 這個怎麼辦 我解不開 這好難喔 於是乎 他想了又想 想了又想 欸 好像有個東西可以用喔 這個時候大臣說到 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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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有個提議 有個東西他非常的好用 他可以去測酸鹼值 就是所謂的紫色高麗菜指示劑 我在想 你在說什麼東西 什麼是高麗菜指示劑呢 國王就說 他說 國王 你不信 我試驗給你看 結果真的 藏寶圖就解開了 於是乎 國王就中賞了這位 這位大臣 非常多的蔬菜 非常多的經營財寶 大臣就變富有啦 所以於是乎 就解開了這個 長年的謎團 那小朋友 大概知道今天的主題是什麼了吧 今天的主角 就是我們的 我們的紫色高麗菜 他呢 非常的特別 他是紫色的喔 他跟一般的高麗菜不太一樣 一般的是綠色的對不對 這是紫色的高麗菜 那他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呢 就讓阿伯格來跟你們說 好 那在說之前呢 先來跟大家講一個非常有趣的實驗 待會呢 每一組 我會發下一個涼杯 一個涼杯 跟一片我們的紫色高麗菜 那小朋友在哪的時候呢 一定要小心 所以每個人都要戴上房檢手套 不然他可能會被吃到喔 那待會呢 我們的注意老師 會將小朋友們 倒下60度的溫水 小朋友請都不要亂動 因為會有危險性喔 我說什麼 你們就做什麼 了解 了解 好 那倒完之後呢 小朋友們就把我們的碎片 給他放進去 開始給他攪拌攪拌攪拌 攪拌三分鐘之後 旁邊就放置了 有沒有問題 欸 好 那下一步該怎麼做呢 欸 等等等等等等 我們現在講 到底 這個高麗菜有什麼厲害的地方好不好 這個就是紫色高麗菜 它裡面 它有一個非常非常厲害的東西 叫做花青素 有聽過花青素嗎 小朋友 你看看喔 花青素 是一個非常厲害的大絕招喔 它呢 不但可以去測酸鹼質 而且非常有營養價值喔 那在什麼東西可以看到花青素呢 譬如說讓我們比較深色的水果 深色的食物 以及我們深色的高麗菜 都會看到我們的花青素 那花青素就是來測我們酸鹼質 非常好用的一個東西喔 好的 那我們繼續講我們的實驗 待會呢 每一個人都會發下一份水彩筆 跟一份紙 那剛剛不是有放紙好對不對 接下來呢 你們就要拿水彩筆 沾我們的剛剛的高麗菜的紙 在圖上畫畫畫畫畫畫 畫畫畫畫畫 畫完之後要怎麼做呢 之後呢 每一組會發下六個量杯 每一個六支滴管 那滴管要什麼操作 小朋友知道嗎 滴管呢 它是一個長條性的東西 當今天一杯水 你給它放下去之後 按住它的頭部 按下去之後 讓水跑進去之後 把它拿出來 就可以做實用囉 這是滴管的做法 那待會呢 會請小朋友們 將我們的高麗菜脂裡面 去加我們的溶液 去測它的酸鹼質 是酸的還是甜的 好嗎 那接下來呢 再講到什麼是酸鹼質 有喝過可樂嗎 小朋友 有對不對 可樂非常的好對不對 那個氣氛 非常的涼快 但是可樂呢 它是一個非常不健康的飲料 它是酸性的 那 下面就是什麼 白醋 白醋就是你媽媽常在煮飯的時候 會使用到的白醋 它也是酸性的食物之一 所以這兩樣都是屬於酸性的喔 接下來 這兩個呢 是什麼糖水 這兩個呢 是什麼 清潔劑 所以小朋友們有沒有發現 欸 好像有什麼共同點喔 它們都是屬於酸性的 跟鹼性的家族 好的 那接下來講到什麼是酸喔 酸呢 就是 酸 欸 不對 酸性的東西 就是指很多很多像檸檬啊 那種酸性的食物 你咬下去之後覺得 好酸 這種感覺就是酸性的食物 那酸呢 它有一個非常不乖的患動病 它有腐蝕性 但是今天你喝下檸檬汁的時候 咕嚕咕嚕咕嚕到你的胃的時候 它會讓你的胃地產生腐蝕性 你的胃地會很不舒服很不舒服 它會產生胃酸 那胃酸呢 也是酸性的一個東西喔 所以 這就是酸性的東西 那接下來 什麼是鹼呢 鹼就是酸的相反 那鹼就是什麼地方呢 用在我們的清潔上面 像是我們的小蘇打 跟我們的漂白水喔 那清潔用品 一般的像 我們家的浴室 廚房 都會使用到這種東西 那這些清潔品就是由鹼來的喔 所以這樣 有大概知道酸跟鹼的差別了嗎 有喔對不對 好的 那我們繼續往下看喔 那 讓我們剛剛看到 變色的高麗菜汁告訴我們什麼樣的事情 首先 小朋友知道嗎 來請說 沒有說 它可以測我們的酸鹼值 也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 就能幫我們的東西去測酸鹼值喔 好的 接下來是 第二個是 它不但能幫我們測酸鹼值 它也能夠讓我們去看到 水的顏色變了耶 老師 它顏色變了耶 沒錯 因為你已經 有測到它的酸鹼值 所以它水就會變色 讓我們更知道說 這個水是 鹼性的還是 酸性的喔 好 那我們再看到的是 哪些的東西可以代替花青素呢 或是它有花青素呢 剛講到的 深色的水果 像是 葡萄 有吃過葡萄嗎 吃葡萄 不吐葡萄皮 沒錯 會接會接 葡萄呢 是含有花青素 最多的水果之一喔 那葡萄呢 它可能是酸性的嘛 所以 葡萄有種花青素 再來是 黑豆 有吃過黑豆嗎 黑豆呢 不是紅豆 也不是綠豆 它是黑色的 它吃起來有點 鹹鹹的 那它一樣是黑色 它是非常有營養的東西喔 所以 要常常吃 才會有營養價值100分 好 接下來是兩個植物 這兩個植物呢 也有我們的花青素 所以 花青素 不只是在水果上 在植物上 都有它的存在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 廣泛的一個元素喔 接下來是講到我們的變色卡片 那我們剛剛講到的 我們將我們的酸鹼池塗在質上的時候 它變色了耶 老師 沒錯 因為你已經發現酸鹼池了 所以呢 我們用水彩筆 塗抹筆 在上面的時候 會發現它會變色 就是 我們已經看到酸鹼池了 好的 那同學們 待會呢 你們就開始做實驗之後 就會發現 它的變化 以及它的一些 過程 要記住下來喔 好的 那 結尾呢 跟大家講到 所以今天這個實驗 有哪些樣東西 想不想知道嗎 沒錯 就是我們的 今天的主角 紫色高麗菜 它非常有營養 所以小朋友要多吃喔 再來就是 今天這堂科 告訴我們什麼 沒錯 它告訴我們 如何辨別酸鹼池 所以以後 別問你的時候 你就會跟他說 我會我會我會 我跟你講 紫色高麗菜 可以去騙別人的眼睛 你就會拿100分 你就會比別人更厲害了 這樣子 了解嗎 好的 那今天的課程就到這邊 我是Libu哥哥 我們下次見 see ya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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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